最近,北京冬奧發生了好幾件疑似偏袒中國人的真意 不只讓日韓氣到炸鍋,很多外媒跟代表團也告上國際 日本高人氣滑雪選手高黎沙羅 跳出了 103 公尺的優異成績之後 卻因為服裝違規背叛失格,在場上痛哭失聲 同場比賽,還有五位選手都用同樣理由成績作廢 其中挪威選手控訴,這次大會的測量方式跟以前完全不同 有人質疑,前兩天高黎才穿同一件賽服完成另外一場比賽 今天怎麼就突然失格了呢? 類似爭議,還有男子競速滑冰 準決賽時,兩位韓國選手原本拿下的一二名 卻因為被判犯規,讓中國選手逮捕晉級 決賽時,又有一位匈牙利選手被判失格 最後中國奪下金銀牌 另外,還有中國滑冰女將玩馬利歐賽之後 丟障礙物半倒對手,但裁判沒意見 請問,中國是不是想要最近這個很久了?